大家非常矚目的 焦點股這檔股票 金電連漲了十幾天 結果今天十幾個紅黑之後 第一根黑黑 菜總要來告訴我們 背後藏著一個密碼 叫做兩手策略 這樣的股票有什麼特徵 我也很害怕 如果我的持股 會不會變成明天的金電呢 對 我們之前很早就講過 金電的專利是木莊的 那個籬巴的測驗 我們講過 但是金電打到點裡的時候 市場一片華藍 你看一下 九月 短短的從九月30塊 最高到63塊 漲一倍 誰是最大的推手 外資 你看外資 這個階段幾乎都買 它的成交量也很大 但是今天金電機南 爆出了10萬張的成交量 一度打到跌停 大家想說怎麼回事 我們來看一下 外資理論上應該是一路的做多 但是你看昨天 小胡的賣 你一定會覺得說 賣一點點而已 賣一點點有什麼好緊張 現在看股票 兩手策略我們要看進去 看到它的權證 我們知道權證分兩種 看多叫做認購 看空叫認售 結果外資昨天 金電的現貨把它賣了 但是你可以看 一口氣買了10檔的權證 你看從這個地方 這個是 通通都是 而且注意一下 都是認購 都是認購 那為什麼我們要介紹一種 在高檔兩手策略 叫做不實本操作法 什麼意思呢 可能它的成本假設30塊 我到60塊的話 我把它賣掉 賣掉一部分 然後我把我的本錢放在口袋 所以我接下來用我賺的部分 跟你輸贏 我也不曉得金電會不會再上去 也不曉得會不會下來 但是呢 我怎麼樣 我買認購權證 認購權證要現貨那麼多錢嗎 他權證本來就金額很小嗎 他是玩高槓桿的 好 那我再問一個 你今天賣掉了 代表你對他看法保守 你這邊又去買認購 那你到底是看好他還是看壞他 下禮拜 11月14號 你中市要把財報交出來嗎 大家會想 這個金電上半年EPS是0.43 那你要撐住60塊的價位 假設撐住60塊 你少說今年EPS要2塊到3塊 扣掉上半年 那第三季 第四季 至少每一季都要0.8元起跳 那我們知道金電當然專利很厲害 它話題性也十足 但是馬上會緩映在 第三季財報的EPS嗎 不一定 那個答案不敢確定 所以我假如是一個外資的話 我一定是這樣 我有賺的 先換口袋 然後其他的我跟你賭 但是我不要賭那麼大了 我用比較小的金額 以小博大 我做全證 所以蔡總我可以這樣說嗎 今天外資如果看得出 他還能賺 他不需要出場 也就是說他寧可先獲利條件 是不是已經見高了 對 所以先前這一段的第一手策略 應該是以做多來講 外資應該是滿分10分 應該是10分 但是轉成這一種賣 買了這個認購全證 他還是看多 但這個看多可能只剩3分 那當然有影響啊 今天給人家看破手腳以後 一度就灌到跌停了 所以今天我如果是散布投資人 我就是要抓住主力的腳步 你賣我最好跟著你一起下車 不然你賣了我一直爆啊 所以同樣的這個特徵的 就是這一邊在賣股票 那邊在買權證 他就等於見高了 見高就要趕快你要有警覺了 那同樣這樣的特徵 還可不可以幫我們挑幾檔 今天滑通 滑通今天你看K線 雖然它漲了3% 但是這個像什麼 十字架 倒過來的十字架 對 十字架的話 就是說它多空是在觀望當中 所以未來的滑通 會不會第二個這個景點 因為高漲 你看它股票從三字頭 到了五字字頭 這個已經漲了60% 然後你可以看外資 也基本上都是買超 融資 這個融資非常多 甚至融券更多 對不對 所以它等於處於一個 非常緊張的高檔的一個情況 好 這時候我們看 高檔的時候想法會不會改變 變成兩手的策略 我們現在要檢查 過去我們沒做這個功課 現在有了股票 在高檔漲很多的時候 我們要檢查它的權證 好 我們按照這個權證 跟滑通有關的權證 按照它的成家把它排下來 我們發現比較多的 有認受 也有認購 有認受 也有認購 那表示什麼 還不一定 還是認購看多跟認受看多 各有他們的支持 但是接下來 你假如再漲上去 然後一看這一邊的話 朝向某一個單面的方向 或者外資開始調節了這個滑通 轉為認購 有可能就第二個禁電了 所以權證這樣的衍生性商品 要讓你賺錢 但是如果你是報股票的 股票族的話 它可以是你判斷溫度的 一根溫度計 用這樣的方法 蔡總帶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當然都希望 不要到了高點 我跟你一起上坡 但是我可以比你 或者至少跟你一起下車吧 對 所以我們要破除兩手的車月的話 最好股價在一個低檔 就比較沒漲到 然後希望是認購的一個權證 比較熱弱 那今天大家都還關注滑通的時候 主力已經跑到上游 上游做撥籤部的建榮掌底板 但是它沒有權證 所以我們選擇富巧 因為富巧第二季第三季 獲利都相當的不錯 然後你看看股價 它今天小跌而已 等於平盤 但是你看它股價相對的 比它沒有漲到 好 我們看一下它的權證 成交量比較大的 清一色通通都是什麼 都是認購 所以股價在第一檔 認購權證 這樣的股票未來比較有機會 再過來我們也找了另外一檔 是在被動演艦上游 做鋁箔的利噸 好厲害 今天漲停盤 因為第三季的EPS 1.5 然後你看扣掉今天 他其實他最近的股價 是沒有漲到的 成交量有放大 但是他的這個權證來看的話 也認購的權證比較多 所以接下來只要什麼 阻力 因為不確定阻力有沒有進來 阻力還沒有大量的往進 假如阻力進來的話 那這檔股票也不符合 第一檔而認購的權證